轨道上的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怎么建? 顶层规划来了 日前,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这是成余地区今年又一份重量级文件 也是今年与建设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有关的第二份顶层规划 成余轨交规划提出 到2025年初步建成轨道上的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轨道交通总规模将从2020年的7000公里提高到2025年的1万公里以上 其中铁路网规模也将从2020年的6400公里提高至9000公里以上 展望2035年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基本实现 轨道交通全面发挥客运和货运骨干作用 支撑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 4年后 进出穿余四项通道将基本形成 形成功能清晰 布局合理的设施一张网 点线协调 衔接高效的枢纽零换成 客户并重 连城连运的运输一体化 大宗货物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 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力争接入比例达到85% 长江干流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潘昭与此前指出 相比单独的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主要着眼于不同层级轨道交通资源的统筹利用 以及旅客在不同层级轨道交通之间整体出行效率的提升 更值得一提的是 相较于长三角轨交规划中鲜少提及的货运 乘于轨交规划对货物运输货运能力的提升人莫众多 我来说